哈喽,各位男人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说真的,我原本没有想过今年我还有机会再给大家做开箱视频 因为八月份的时候呢,我从厄巴多尔兰园订购了将近二十颗兰花 我本来以为那是今年最后一次疯狂 因为现在呢,天气渐渐冷起来了,实在不适合购买新的兰花 因为兰花到我们家之后呢,需要一段时间试音 而现在呢,我们这里天气慢慢变得冷起来 阳光也越来越少,所以其实不是很适合新兰花到我家 这个适应的过程 所以呢,我本来没有想过今年还会再买的 结果不仅买了,而且呢,一下子从两家不同的兰园 又订购了将近二十颗兰花 我觉得我的脑子有点问题,你们觉得呢? 所以呢,今天一下子收到了两个包裹 我差不多是相隔没几天订购的两批不同的兰花 但它们都是今天到我家的 所以呢,现在我又要再给大家做开箱视频了 我们先来看左边这一箱 这一箱呢,是从德国兰园Occism Mall订购的 右边这一颗也同样是从一家德国兰园 Luke Orchidin订购的 所以这两个包裹呢,都是来自德国 但它们里面的内容完全不一样 所以今天我们先来看Occism Mall这一批 因为这里面的兰花种类非常多样 我对这一箱更加的期待 然后在下一个视频当中 我再跟大家分享Luke Orchidin这几颗 这里面呢,相对要小一些 但是也有两颗是特别让我兴奋的 好了,现在我就给大家开箱了 Occism Mall这一家呢,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兰园 因为它们的价格在欧洲来说相当的便宜 而且呢,它们有积分计划 另外它们家还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地方 就是它在每个月月初呢,会有新品上架 这些新品往往都是从国外进口的 所以呢,有的时候是卡特兰居多 有的时候是万代兰居多 有的时候是蝴蝶兰居多 这次呢,我之所以下订单 就是因为它们进口了一批万代兰 我挑了一些小型的万代兰 好,现在箱子已经打开了 里面有很多这种packing peanuts 好,我们先来看这一颗 小型的万代兰 哇,这里面居然有两颗 啊,太让我惊喜了 我没有料到耶 这两颗几乎是差不多大的 看样子应该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这里是它的名牵 Vanda Denisuniana 这是橙色的那一种 Vanda Denisuniana有好几种颜色 米色、鹅黄色和橙色 其实呢,我本来已经有一颗 那颗应该是鹅黄色的 但从来没有开过花 所以我也不确定 这次看到有橙色的 我就又买了一颗 没料到到手是两颗 太棒了 不过好像没有开过花 好吧,这颗看到这里 我们再来看下一颗 这颗好像不太容易拿出来 算了,我先看这边的吧 显然这还是一颗万代兰 我这次好像是一共买了五颗 家里空间不够 我挑的都是小型的 这颗是Aridus Hulatiana Aridus算是一种 比较小型的万代兰吧 中文叫做指甲兰 我这次之所以买它呢 是因为听说它的香味非常好闻 而且呢,植株很紧凑 真的不大 而且叶子全部上翘 所以不会很占空间 这颗好像也没有开过花 不过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好,再来看下一颗 仍然是小型的万代 这颗呢,是著名的曼谷日落 其实呢,这一颗 我刚刚开始养兰花的时候 曾经买过两颗 而且很凑巧 我当时真的是从曼谷买的 那时候我正好在曼谷旅行 然后呢,就把它们从曼谷远道带到了欧洲 可惜那两颗呢,当时都是板直的 根系不是很发达 我那个时候刚刚开始养兰花 也不是很有经验 所以过了不久之后呢 它们就都死掉了 但是我买的时候它们是带花的 所以我闻过它的香味 真的是非常好闻 顺便说一下 前面那颗指甲蓝 其实是这颗曼谷日落的清本之一 好啦,接下来再来看下一颗 还是万代蓝 它的名字是Van Ducco Stylus Comary 我第一次看到这颗兰花是在Bumblebee的频道里 它的花色呢,就像照片上这样 是酒红色的 非常的深 然后据说呢,还很香 其实它的清本里面有75%的 Rinkle Stylus Gigante 也就是大虎伟兰 但是据说呢,大虎伟兰它的香味 有很多人不喜欢 所以我不敢买 这颗是75%的大虎伟兰 加上25%的Vanda De Salata 后者是方杏子的味道 我希望它们杂交之后呢 香味能够更好闻一些 兰花被这些packing peanuts覆盖着 我感觉自己在寻宝一样 好,接下来还是一颗小型的万代蓝 这颗比前面几颗都还要更小一些 这是它的名签 Van Ducco Stylus Los Neri Crossed with Rincolidus Celestis Blue 这颗呢,将是紫蓝色的 它的清本里面有25%的风蓝 和75%的蓝色虎伟兰 蓝色虎伟兰本身植株就比较小巧 它清本里面又有25%的风蓝 这样呢,它的植株就变得更小巧了 我希望呢,它不仅能够继承风蓝的小巧 而且呢,也能够继承它的香味 那么万代蓝呢,应该就是这么几颗 这次它们家进口了非常多的万代蓝 很可惜呢,我没办法买更多 我顺便买了一些花盆 没什么好看的 大家应该能够看出来 这是一颗石虎蓝 它的名字是 Dendrobium parisii red clone 我总体而言,对石虎蓝类的蓝花 没有特别浓厚的兴趣 但这颗是一个例外 事实上,这已经是我第三次买它 之前买的两颗都极小 这颗也不算是非常大了 但是呢,至少这两根新的杆 看上去还是比较健壮的 比我前两次买的要大很多 我前两次买过粉色的 买过粉色带白色的 这是一颗霉红色的 希望它的花能够像照片上一样美 而且呢,据说这颗是非常香的 是覆盆子的味道 我们过且拭目以待吧 希望这一颗不要再死给我看了 接下来这一颗我已经看到了 仍然是一颗石虎蓝 这是一颗黑毛石虎 哇,我没料到它这么高大 我只能这样横着给大家看 否则的话它就跳出我的镜框了 一共有四根老杆 诶,这最高的一根杆上 现在有一个花苞,看见了吗 真的希望它能打开哦 这是它的花和它的名字 Dendrobium dommeri 和Dendrobium formosum 其中呢,后者是一种原生种 中文叫做美花石虎 前者是一颗半原生种 里面也有50%的美花石虎 所以这颗的青本里面呢 其实有75%的美花石虎 这颗我不清楚它有没有香味 希望是有的吧 呃,现在看一下它的根 好像不是特别的好 这里有一条新根 这边还有少数两条 继续寻宝 接下来这颗是一颗卡特兰 这是它的名签 Catelia Burana Beauty 呃,这颗我是在 Miss Orchid Girl的频道里面 看到它推荐 才决定买的 它说呢,是非常的香 而且花的颜色我也很喜欢 所以呢,就决定买一颗 好像没有太多根 不过感受还不少啦 而且呢,看上去是蛮健康的 小型紧凑的一颗卡特兰 我很喜欢 不过好像也是 从来没有开过花的样子 不过看这珠植 即便不是成苗 应该也是很快了 这颗我也算是挺满意的吧 接下来是一颗蝴蝶兰 有1,2,3,4片叶子 5片 不过这片叶子 好像有点问题 边缘有些发黑 希望不是什么病毒吧 这是它的名牵 Phalenopsis fimbriata 这是我最近才新发现的一颗原生种 感觉还挺好看的 非常的娇柔 但是好像不是很多人拥有它 所以呢,我就决定买一颗尝试一下 好,接下来 又是一颗小型的卡特兰 这颗呢,说是还有一年才能开花 不过我已经看到有两个空的花鞘 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开花 诶,这边还有一个新的牙 这是它的名牵 Catelia Sinfon Orange 这颗呢,我只知道它是橙色的花 而且呢,香味很好闻 其他的我一概不知道 因为只要有这两点就足够吸引我了 这颗羹看上去还是很不错的 应该是在Occasinmore的温室里面养了很久了 这颗我也很满意 非常紧凑小巧的一颗 但是显然已经是开花猪了 虽然网上说它还有一年才开花 还有没有 诶,这边还有一株 哇,这么小的一颗 让我看一下这是哪一颗 Phalenopsis speciosa red 这颗应该是成熟猪啊 我这次除了前面那颗 Sinfon Orange买的是还有一年才开花的 其他所有的都是成熟猪才对 但很显然这颗绝对没有到成熟猪 你看它的叶子才多大一点点 这颗让我很失望 仅有的这几片叶子也并不完美 这片叶子就明显缺了一块 这一片好像被压伤了 哎,早知道这样我绝对不会买这一颗了 那颗最小的居然是最后一颗 哎,这叫什么压轴系 应该叫Anticlimax才对 那么这就是我本次购买的所有十一颗兰花 最前面这五颗是小型万代兰 然后后面有两颗卡特兰 两颗蝴蝶兰 后面还有两颗石虎兰 除了最后那颗小苗 总体而言呢,我是相当满意的啦 毕竟有一颗万代兰 其实呢,里面有两颗 所以呢,我也觉得弥补回来了 总之呢,我觉得他们家的产品是对得起他们的价格的 那我顺便给大家看一下价格吧 最便宜的一颗是12块 最贵的也只有18块 在欧洲来说,这价格不可能更低了 而且呢,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呢,减掉了17块5 因为我上次从他们家可能也是购买了差不多180块欧元的兰花 所以呢,有七个积分 然后这次他就减掉了17块5 然后运费是18块 所以基本上相当于我就没有出运费了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这边这次呢,又积了七个积分 如果一年半之内呢 我再次从他们家购买兰花 那这七个积分又可以换17块5 也就相当于基本上又是免一次运费 说起来还真的是蛮划算的 那好,这就是我本次从德国兰元 All Kids and More 购买的11颗兰花 希望各位喜欢今天的开箱视频 如果喜欢的话,请帮我点赞并留言 如果能订阅我的频道,那当然是再好不过 好了,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拜拜